現在讓我滲出來 馬明仔很帥 看他做手術多鎮定 動物壓突然升高 現在升到105, 至少很不正常 怎麼辦, 又突發事件, 很緊張 很緊張, 我就不信這麼多突發事件 幹嘛?說猜你別猜猜 最緊張時刻, 吵著了 瘋了, 看了十九多萬次 人家連豬肉獎都拿了, 很厲害 他呀, 這個瘋狂煮這套劇 其實現實的手術是不是這麼緊張刺激 怎麼會呢? 之前都說過 手術其實是經過精密的設計和安排的 絕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完全 under control 很少會有電視劇裡面 這麼突然的事故發生 經驗來說, 手術室工作的醫護人員 都是訓練有數的 而且每天都做各種不同大小的手術 大部分情況都很有經驗 臨場反應純熟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加常變反 平常對待 加常變反, 變做變食 但劇集裡面有一件事 表達得很好 其實就是時間 時間控制對外科醫生 甚至整個手術來說 都非常關鍵 例如我們時刻都會關注病人的身體情況 心臟等等的器官 血液循環等等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現實生活的醫生做手術都很悶 你真是部劇部長腦 現在做手術 拯救生命 玩什麼 又要講專注和專業 你看師奶仔真的不懂事 都是那句 其實外科醫生做手術 是講究精準 純熟 是一些嚴肅認真的 全部都是生命有關的 我們都會做足準備 所以不會緊張協助 也都不存在一些氣格性 原來真正的醫生是這麼難的 才是那幾集 已經覺得令我自己覺得很無知了 再一直拍下去都不知道怎麼辦 你知道就好啦 其實我想說 我韓昌虎讀了這麼久 我比你們的醫學知識強 其實是很合情合理的 還有你們兩位呢 霸了我的位置兩集那麼多 你們寫得走沒有呢 嘩 我等悟了 醫生的職責 嚴謹程度 專業知識 每一件事都在告訴我 馬明 你真的做得很好 醫生 你幫他開一下腦了 算了吧 我還是時間做手術了 你們記得懂得懂 你質疑 有關 你應該換看 不可以 你嗎 好 你